可以到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小甜点 牛奶洞 你需要的原料只有这四样 首先 拿出你准备的一纸和牛奶 任何牌子的牛奶都是可以的 倒出100毫升的牛奶放在一边 为之后加入的原料们留点摇晃的位置 接着我们先取出500毫升的牛奶 往里面加入4勺白糖 以及20克的吉利丁粉 搅匀之后放进微波炉高火2分半钟 让牛奶变温就好 取出温牛奶后再加入4勺炼乳 再给它搅搅匀 如果你想吃抹茶味的牛奶洞 可以在这个时候加入抹茶粉 想吃巧克力味的牛奶洞 可以加入可可粉 你甚至可以加入咖啡粉 阿华甜粉 奶茶粉 嗯 螺丝粉 取出之前的牛奶盒 把这500毫升的牛奶再给它倒回去 把风口密封住后 摇到太阳下山 就可以放进冰箱冷藏间了 拿出一个看得到岁月痕迹 却依旧延迟在线的菜板 拿出牛奶盒 把自己亲手给它上的枷锁们 通通都摘掉 再拿一把鲜红的厨房专用剪刀 把牛奶盒剪开 一定要是鲜红的大剪刀哦 不要问我为什么 听我的听我的 然后你就可以温柔地 把牛奶洞慢慢地抖出来 你如果不三连的话 我就 捶它的白嫖小白脸 其实很多up都做过牛奶洞 我也只是换了个容器而已 但是这款牛奶洞 真的非常简单快手 而且好吃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